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过复无门 为人自造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篇第98节 凤外饮求 裂上湿泻 这两句话 也是属于不仁术之物 愤是本分之外 也就是说 过分地去饮求 裂上湿泻 这个裂是舍以能力所及 毫无保留 所谓是不留余地 这个也是错 换一句话是 不知道谦让 这是一个总的意思 小柱里头说的很好 诸位看看的 就能明白了 这种心态 作为 都是这幅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一定要觉悟 人在世间 时间是很短暂的 那 本年一谈之耳啊 何必在这个短短时间 不饶恕别人 而去造作一切罪印 这是佛在经论上 我们常讲 愚痴之急 可怜明珍 人人 人人君子 世事忍让 世事忍让 所获得佛报 所获得佛报 无由穷尽 凡是不让人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都是佛佛指向 这样的人 不必去跟他计较 现在 现在这个社会 如果诸位 冷静去观察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有极大的危机 在埋伏中 而且这个危机 我们观察当中 不会太久 它就会爆发 前几个月 我看到 洛杉矶 沐西 这个杂志 里面有一篇 美国青少年犯罪的统计 我看了非常惊讶 这个事情 如果不能改善 美国 二十年到三十年之后 就不堪设想 不但美国会毁灭 世界都会毁灭 问题严重到了几处 我为这种事情 特地到加州去了一趟 给当地 宗教灵修 社会灵修 举了两次 座谈会 在电视台 主要的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 都非常忧虑 没有法子解决 这是什么问题呢 是教育问题 涵盖着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也包括了宗教教育 四方面教育 结合要做好 还能挽救 但是这四方面的教育 要想结合 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祈求 这四方面的电视台 多放一些正面的内容 善导人心 功德无量 电视台 是悲水切心 只是敬人寺而已 希望社会大众 都能够觉悟 都能反省 都能回头 这个世界才有救 上个星期 台北三重 廖居士到这边来看我 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他 他给我说 台湾 青少年 犯罪这种行为 跟美国相比 由故之而无不及 父母教导小儿女 父母讲一句 这小孩顶十句 我听到这个 这些说法 台湾问题严重 不一定有大灾难 现在人不读书 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 不是语言 不是迷信 古圣先贤 古圣先贤 让我们观察社会 吉凶获福 从哪里看呢 从人心看 你仔细观察 他想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 他做的是什么 如果三叶善 这个社会好啊 如果三叶不善 这个社会一定有灾祸降临 这不是迷信 这不是迷信的 古人所讲的 我们再拿佛的经论来对照一下看 使我们坚定信心 深信不疑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报随着正报转 一报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世界 这是我们生活环境 环境随着人心转 随着人的念头转 心念善 环境是吉 环境是福 心念不善 那是灾 是凶 是祸害 所以释出世间的圣贤 他们出现在世间 做些什么事情 古今中外 几乎他们做同一种事情 教训 传道 祸害的根源在哪里 佛法说得清楚 根源在我界 这个名词 是真正能体会得到的人 不多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起什么作用呢 自私自利 这个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看 全世界的人 哪一个不自私自利 哪一个不是在拼命的追求明文立扬 五语六成 这两句话就从这上说的 凤外淫求利上事实 不知手段 瞧取豪夺 真名足利 也 昨天晚上 北京和邻居士到新加坡来访问 晚上我们一同在金山锅 吃完饭 金山锅 是一个素食餐厅 这里面有很多电视 我看看电视里面 有歌女在唱歌 那个歌女我一看 那是魔鬼 那不是人哪 听说这个歌女在外面唱歌的时候 这个门票都卖到一千块钱一张 你说这还得了吗 我们这里讲经说法不要钱人还不进来 那一千块钱一张拼命往里头钻 我们就想到现在人头脑想什么 不得了啊 群母乱舞啊 论阴经上讲的 那些是邪死 那些是邪死 这些全都是邪死 那些是邪死 这些全都是邪死 他们怎么样教导社会 社会如何不乱 灾难平凡 一次彼此严重 我们就晓得他从哪里来的 道德仁义离 已经废弃了 灭绝了 这些云云众生的前途在哪里 如果你稍稍明了佛法 散我道啊 地狱现象啊 地狱众生啊 他这种现象露出来 这就是地狱像啊 地狱像现前了 我们还能不觉悟吗 怎么样救佛法 怎么样救众生 我们实实在在不明白 怎么救自己都不知道啊 你说可怜不可怜 从哪里救起呢 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上给我们讲的三条 敬业三福 这个三条的重要性有几个人知道 佛说得很清楚啊 三世祝福敬业真因 这句话你懂吗 三世祝福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所有一切修行人成佛 都是这个基础 不管你是修哪个法门 哪个宗派 行教密教 宗门教下 统统以这个为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你就决定不能成就 我们的修行 先在这里砸根 这个根砸下去之后啊 你才会有成就 你用功才得力 说老实话 你才能得祝福忽念 龙天善神 用福啊 你要是谁放弃这个基础 不管你怎么精进修学 祝福不会忽念你 龙天善神呢 也不会保佑你 为什么呢 你做的是邪道 这是正法的根啊 根之根是什么呢 孝阳父母 奉死四场 就是这把个字 少方三世一切祝福 教化 法界无量无边众生 叫什么 就叫这八个字 八个字 如果我们再把它省略起来 四个字 孝亲尊师 在省略里讲两个字 孝敬 是出世间的身形 教化就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做圆满了 就成佛了 我们把这两个字丢掉了 我们不孝父母 如果孝父母 你就不敢答妄想 就不敢做措施 为什么呢 做措施 答妄想 对不起父母 不能一教奉行 对不起老师 今天我们说这个话 非常痛心 感慨无穷啊 因为今天 孝道 思道 都没有了 今天 谁听谁 谁也不听谁 都希望别人听我的 普贤菩萨教我们 恒顺众生 现在恰恰反过来 是希望众生恒顺我 我不会顺众生 这就是天下大乱了 所有灾难 祸害都降临了 不救之道 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世间人不孝 我尽孝 我做给大家看 世间人不尽 我修尽 做给大家看 这就是佛菩萨再来啊 信神说法了 必得再来人才能做到 不是再来人做不到啊 他没有这个智慧 他也没有这个福德 这是大智慧大福德 他才能做到 众生善缘成熟 才由这些大善之实 再来人出现 众生没有福 造业要受难的时候 这些人 退隐了 妖魔鬼怪出现 所以大家能够记住 《楞银经》上这句话 说的是我们现前这个世间 妖魔鬼怪 如恒火杀了 如恒火杀了 我们听到这句话 要冷静 反省反省 我自己是不是妖魔鬼怪 这个重要 如果自己是妖魔鬼怪 赶快回头 回头是按 佛与魔 因念之差 因念觉悟 魔就成佛了 因念迷惑 那佛就堕成魔道了 因念迷惑 那佛就堕成魔道了 所以中文大德常说 无佛又无谋 在一念之差 要认真学习 要认真学习 我们为尽忠同学 编定的尽忠同学修行手则 很要紧 那是少到不能再少了 最低的限度 我们能够做到 这一生必定得身净土 必定得祝佛呼你 龙天善神保佑 我们在这个 时代的巨浪当中 不会被淹没 我们能够保住 如果不能够一教风行 必定被时代的浪头所吞没 你的前途决定是黑暗的 我年岁大了 随时可以走啊 我自己知道我到哪里去 我前途一片光明 这个身体还留在世纪 全心全力的 为大家 帮助大家 了解眼前的四十真相 眼前种种为难 能不能产生效果 是你们同学们 有没有啊 警觉 果然警觉到了 你有福 依旧麻木不忍 我对你也尽到责任 你将来如果堕落这山土 你不能怪我 我早就说过了 齐心动念 言语造则 我常讲啊 放弃自己的成见 自己的见解 自己的思想 都是罪我 地藏经上说的 言福提众生 齐心动念 无不是罪 佛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们想想 没错啊 要写起 一切随身佛菩萨的教会 依旧奉行 我们才有救 所以 一定要放弃自私自利 放弃明文立扬 放弃贪嗔痴慢 一切为众生为佛法 啊 决定不为自己 我们这条路啊 走出来了 解脱了 解脱了 解脱我们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脱离自私自利 脱离明文立扬 脱离五余六成 就是脱离六道轮回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